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终于一个第一个病症 就是感冒 看下教材第十几页 那一天讲感冒是病 有没有生过 可能说最大恐怖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有什么感冒 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冒的吗 没有 只是有人来感冒 生的食物比较多 有人来感冒 生的食物比较少 但我看大家都生不感冒 那么感冒也就是感冒慢 小毛病 吃什么感冒药 吃什么反正的东西就好 比如说不吃药也很好 确实感冒是一个很常见的 很小的毛病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小感冒 也不能不吃药 那么 除了普通感冒以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生的就是流感 流性性感 特别这几年 这个流感 这可能是我们的情 影响对程的应该是我们今年 这个是什么 H7 病情的病情 主要是我们 上台的 IMV 包括江苏 我们部署医院 也受制了 这样的病情 所以行政上也比较多 但是这一次来说的话 大家可能也有经验了 这个恐怕里面是在 零九 刚才说 叫助流感 这个叫助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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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病毒来自这个 叫H1 N1 N1 或者叫加流感 从墨西哥 开始流行 能够全世界 这就当很多的西方国家 在中国 应该也不大 所以这个流感 应该来讲 在西方国家 还是不少多人 并西方人 其实流感 跟他里面 这种危害 跟他 东方人 好像 到目前为止 虽然也有 好像蛮好的 包括我们这一首 H7N9 也就是死人们 同理 因为 生产国家 实际上也可能并不会有 所以也就清楚没有发现了 那么这是情流感 或者就是流感 那肯定是 比较 可能他就重视 那普通感冒 这么不要去嘛 普通感冒 也不能不死 它可以加重原育的疾病 特别是像微信用疾病 孝敏 孝散 让我们慢吃 常常做的由于 感冒 又长的家族 像心脏病 心脏病 也常常有于感冒 又长的家族 其他上学病 有白学病 大家都说 学病 对一把感染的疾病 他经常在这个地下 所以学一颗病 研究 不得比较严厉 这些重症病 很容易 很容易 有于感冒 而加重的病 所以 像我说 这套 敏虑病 风湿病 那么风湿病 好多也是常常 由于感冒 以后 又要加重 非常像风湿热 那么 令人感染 那么 也在感冒上去 而 内部的关系 也 红白肠疮 也常常有于感冒 和加重 所以 就是说 感冒的就是 加重 慢积淋 那一段 就是感冒 可以引起 很多 病患症 病患症 是吧 所以学校病患症 最常也是肺炎 他感染的情流感 这些流感 为什么会引起病人的死 主要是会引起病 这就是会引起重症病 这种病 这种病人 原来吸血管 上天就是什么 这就是病 心肌炎 所以 有的人感冒了 这报我们在外 有的人感冒了 由 过了事情半月的心慌了 前面要小心 主要是病人的心肌炎 自己默默的耐火 有病的爽火 当然也就要紧张 有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 一切一切一切 老是想要成病 学生肌炎 学生肌炎 有些 有些 懂一点 想到有些 不知道也想不到 比如说 感冒的引起 心肌炎 必须是病人心肌炎 可以喝病人 可以喝病人 其他人还有一些 比如说肾炎 激性肌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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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斗炎 等等 其实感冒 它可以叫做和病症 这些和病症 都是病人生危害 所以小小的感冒 去不可疑不死 那他讲感冒学 那感冒中医指导有什么优势 我记得有什么 解释中药 或者有什么抗病中药 确实的 说感冒中医的优势 是什么的 就以这个 我们行动感的 行动感为一 我们愿意的时候 大概有几个 我们这次他受到的就是这个 卫生部 卫生病人表扬 对我们沈中医院 由于中国早期的 中期接收 我们 都没有死亡的病 一定都没有死亡 都是效果很错 那么这个 包括在这个 零九零 那 当时在这个 那个 甲心流感的时候 也是 配合中医治疗 也是很容易 这个 感冒 这个 大部分是 病毒性 疾病引起 那么 所以 第一 病毒性疾病 虽然现在有一些 抗病毒的西药 但是 这就是 这个 凌晓 不是太美 而 却是中医 这方面的效果 变中医 它也好处 因为西医的人 他先搞疫苗 他的病都病医了 他的病都病了 他的病 对吧 那么中医 不管你是什么 疾病感 不管是什么心 我照样 营涛感 我照样 什么 商与营 都可以有效果 中医它都是 自己的病毒 本身 他可能是 叫我们 继续另一代 这种作用 这是我们中医的一种 我一台也很深 我今天 成功的一个病人 这个 干闭 因为tym 那里 干闭 然后又感事 干闭 突然 他抱怨 他已相当老公了 老公 找我想你的 并乞 两天以后 他的老公 感恩 所以 нес本 他没睡完 然后跟他说,你睡也就好 这时候就睡了 可能领域一会儿的地方去看 这些东西 只要感冒 它就可以有 因素 特别现在要小心 解个症状药 现在讨论一下有个药有技能 讨论它会引起 严重的变化 特别已经学习了 每天洗了两天 剃造药 引起血液变成 白血液变成在脏里 这种规定很多 所以要小心 所以让我们 中医这两个很好的优势 所以今天我们讲 感冒 所以我们中医 怎么来认识 更重要是我们 中医怎么来自识 通过中医 把中西区的治疗 把感冒治好了 把小毛治好了 可以感想 减少了很多的危害 那么首先我们看看 什么是感冒 那么 改 是改之类 冒呢 触冒 所以感冒 所以感冒呢 就是感受 触冒 风血 以及一种疾病 叫感冒 可能我们平时就讲感冒 感冒 感 感受 冒呢 是触冒 所以感冒 就是感受 触冒风血 触冒 触冒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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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冒风血以后 就是外人的语言啊 他有风血 他不听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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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讲冰啊 他会有寒啊热啊 感受触冒风血 道致了 这个邪呢 风寒啊风热啊 这些邪呢 邪犯肺位 所以他的部位呢 以肺位为主 人物的道路呢 位表不合 虽然说肺位不合 而以位表不合为主 这么一种 常见的 外感疾病 其中的感冒 但是这个邻此呢 我们就 不太去 化世界去推敲了 因为我们不是考古的 所以我们 知道这两个意思 关键是我们 临床成真 大家都感冒冒的 你们想啊 不想一想啊 感冒什么表情啊 彼此三 有肌肌 大肝肌 咳嗽 头痛 不容易痛 全身痛 怕人 发烧 对吧 这种想 注意 清真 体肺 所以 自己体肺 会 错 所以 我们也不如讲了 别 塞 流 喷嚏 可受 这个 做出意识 叫 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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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它是 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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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喷嚏、勒嚏、勒嚏、有定義跟上於別樣, 這個就是異性病。 那個含義主義就是全身症。 頭痛、呼喚發熱,全身不適的症。 因為它這個表症,一般來講,脈臟是所謂的。 靈體是症。 這個也是我們靈病要講的。 概念裡面, 病民的概念。 在一般的存在病民的概念上, 社人的病予是所謂的。 存在的物質上是一般的。 改善的物質上是, 病人的症状。 這個動作。 裁判民地域, 移民地域主義。 一般的物質。 東春時期。 特別是春季。 正在天氣很冷的時候, 嚴寒的時候, 感冒也有在故事很冷。 春季。 天氣開始也沒有了。 不管是090, 不惜一個的感冒大流行, 尤其是我們今年的情有感冒。 春天。 忠義啊, 這個時候呢, 什麼氣啊? 風。 春天是風是主氣啊。 所以感冒是風氣啊。 所以這個時候肯定是多無法。 當然如果是作為一些重症的, 或者是流行性感冒的。 背定是, 東春時期。 四時戒有。 什麼呢? 東春呢? 更多。 再來就是我們, 誰能了解的, 什麼是感冒? 他臨上特地是什麼。 另外, 我也想的就是說, 感冒。 我們一般的, 有很多名稱。 老兄叫什麼? 傷功了。 冒中了。 冒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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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重傷功。 感冒很重。 重傷。 也叫小傷害。 也叫身心害。 等等。 那麼, 一般的傷功呢, 就是感冒比較清淡。 是改出的淡靈之氣。 有春靈是光, 夏靈是俗, 秋靈是照。 這個叫什麼? 叫當靈之氣。 也稱為冒凡。 如果是感寒一些, 也可以叫冒寒。 比較清淡。 重量呢? 那叫重傷風。 是感冒的, 並且叫重量。 是感受的非死之血。 什麼叫非死之血? 非死之血? 不是能吸引, 可以吸引氣。 我們合理的, 也沒有人要有, 在我心裡不想。 非死之血。 那麼, 這重脈引擎呢? 畢竟比較重。 那麼, 小傷害。 實際上我們, 大家正在學傷害人。 傷害人裡面, 太陽病裡面, 這個傷害人裡面, 還有一種呢? 這叫磁型感。 是感受的磁型病毒引起的。 這要是比這個病毒, 跟現在西亞病毒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它這個病毒就是致病的獨協。 所謂磁型, 這根細節一關係。 因為流行的這種獨協, 也就是說, 傳生比較強。 如果我們講的這些, 流感。 不過那種什麼的性呢? 流感。 傳生比較強。 一個廣泛流行的感冒, 就是什麼? 實性感冒。 對於實性感冒這個名字, 這個叫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 感冒訓練不能小看, 但是, 最要小心的是什麼? 實性感冒。 也就是歷史於現象中, 流感。 這是一塊病名, 大家能瞭解一下。 另外就是, 對於病在這裡, 感冒一般不大會產生。 但是對於實性感冒, 或者是老弱患者, 或者有些人也是慢應病的, 他可以傳病, 可以留比較多人, 可以一些病發症, 可以起發性疾病。 我們了解一下。 對於實性感冒, 在內心裡面已經有外感風習的這種, 其變成器材, 在那時候別感冒, 就是名稱。 比如說, 傷於風的, 傷心之中, 會終極理大作學校。 在《蘇文普通》裡面也說, 風從外露, 令人正談, 悍作疚痛, 慎重, 慎重, 慎重。 這是感冒的表現。 風之上也不會有寒熱, 這是感冒的表現嗎? 所以這個時候, 既然沒有感冒的病名, 但是他已經有感冒的一些歷史的基本, 寒熱啊, 疚重啊, 慎重啊, 被強調的病名, 是功邪為主。 在歷經裡面, 第一, 感冒, 是一個類似的記載。 到了當景, 沙寒散, 我們學過, 我們學過, 中肌, 中等, 也學過, 以外, 表舌, 表虛等。 下一段, 請一個同學來, 我們去, 出習一下, 怎麼是電話設計的? 請多問同學。 我表示, 風含這些, 清洗體表, 然後, 胃氣抑鬱, 然後, 它其實, 策離比較緊, 然後, 它的, 主要症狀啊, 就是, 嗯, 發熱, 頭痛, 不寒, 無汗, 嗯, 什麼, 生痛, 然後, 脈像是浮緊的, 然後, 它可以用麻黃燥來學, 嗯, 表虛症就是, 風邪, 洗表, 嗯, 透理不顧, 它會出現, 嗯, 暮風, 自汗, 發熱,頭痛, 還有, 然後, 脈像是, 無反的, 用, 對著它來的, 嗯, 好, 上來的學, 不要馬上説下來, 這個, 什麼意思呢? 冰寒一個表石, 冰封的, 叫表虛啊, 那我問你一個, 比如用這個冰封感的, 那叫什麼? 它叫什麼表虛啊? 這個也叫表虛, 一堆是嗎? 三明, 你請坐, 你能說這個冰封嗎? 那肯定不是一個, 邪氣正之實, 有邪氣正之實, 對吧? 真正的表虛, 那時候我們兩個這個, 未表的虛, 剛才因為運功產, 黃潔黃功的, 變成, 自汗, 怕風, 自汗, 怕人的, 這個叫真正表虛, 未表的虛。 那麼, 我們今天, 要提到的表虛, 或者上來講的表虛, 它是指的, 相敵於感受的寒邪, 因爲它寒邪是咒裡必哉, 是漢出不來, 所以它是聘十一。 那麼風邪呢, 它是有漢的, 咒裡呢, 它不是必哉的, 咒裡是開氣的, 是漢出不風, 所以這呢, 相敵於表含那種, 所以它是怎麼叫表虛? 實際上它, 實際上它應該講是一個拼風邪, 那就是拼於寒邪, 真正的表虛應該是用, 拼風邪, 實際上它應該講是一個拼風邪, 這個呢就是, 所以表虛的, 剛才講的是, 湯, 表虛的這種, 馬胖湯, 這個在上海裡, 大家會想去講, 或許多講, 給這邊一個, 復習一下。 那麼, 這麼說, 朱明年如任, 非時之邪, 剛才講的, 什麼是非時之邪? 春時應暖而反, 夏時應熱而反忍, 秋時應涼而反熱, 冬時應涵而反溫。 你這個時候, 該人的婦人, 該人的婦人, 該風邪兵分, 他不是風邪兵分, 就是非時之邪。 就是能夠氣的時候, 跟季節不相針, 這就是非時之邪。 所以, 這個時候呢, 就是能呢, 融一, 稻子, 磁邪, 磁吸感。 磁吸感。 什麼時候, 施邪又是非, 毛毛病情比較重, 可以有個, 比較強的傳染性。 我們了解一下, 朱明年如任, 就是磁吸感。 就是磁吸感。 到時候我們在, 聽說, 感冒, 這是名稱。 最早就是, 百宋呢, 洋人哉的, 人哉之磅。 這個時候可以感冒這個名稱。 不管是內經, 或者上海人, 或者其他, 沒有感冒這個名稱, 有律師記的。 感冒這個名稱, 就是人的脂肪。 了解一下。 到了人的, 朱甘吸。 靜元朱大雅之一。 朱甘吸什麼開啊? 自音。 自音。 都知道了。 靜元朱大雅不知道, 也不行。 自音。 音不著, 揚上影。 跟我們的時代相近。 現在我們現在陰虛, 比較多。 陽虛的表示。 他認為呢, 感冒並未在廢。 治療, 叫心溫、 心涼及善癮。 不喊癮, 不喊癮, 不喊癮癮。 這個唯有能感冒的治療, 定一定的理念基礎。 到了明清時代, 對虛體感冒, 有個比較下跡之一。 比如, 陳宗明去信武他講, 凡陽虛的, 以普通反反反。 陰虛的, 以養癮反反反。 這種, 身體比較虛的感冒, 更要小心。 一個, 它可能給我們好。 第二個, 它是愈後, 更要小心。 對吧? 所以, 第一種, 虛體感冒, 一方便, 又俗證, 一方便, 又俗證。 怎麼俗證, 怎麼俗證。 我們講虛體感冒的時候, 再說。 大家了解一下, 醫學心理人, 有基本的, 有基本的。 那麼, 感冒, 忠於叫感冒, 那麼, 西呢, 也忠於感冒。 這個名詞呢, 好多次不重, 因為像說的, 好多次, 好多次, 西沒有, 西傳來以後, 用了一些中英名詞。 所以, 有些看完說, 這個名詞好多次, 比如說, 感冒啊, 痺疾啊, 肥疾啊, 中風啊, 這種中英的名詞。 只是, 從西來來以後, 跟你們的名詞, 你當時, 可能跟中英的相對詞, 就是什麼反應。 如果換個反應呢, 可能就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 感冒是什麼意思, 我們中英的對應。 當然, 一些人從西來上, 跟一般有的東西叫, 普通感冒, 一般有的東西叫, 普通感冒。 我們在哪裡就是, 流行感。 它一些就是, 有時候呢, 就是簡單的, 從這種的叫, 上感。 經常我們, 生病了, 是病假, 我應該會寫一個, 上感。 一開始, 我上大學的時候, 我也不懂, 上感是什麼意思? 我也要去寫, 因為, 受傷的傷。 後來叫做, 上感, 就是, 上味道的感染。 上味道的感染, 就是, 從什麼地方呢? 西管人啊, 液入就不成。 鼻液入就不成。 傷的, 那麼, 是病毒性別, 上不成感染, 都會有感冒的感染。 這根本就是, 我首先大家也能了解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有关感冒的一些概念。 真正当然要中文了解,但感冒的真正比较好用于掌握的。 那么就是一些历史严格,大家了解一下。 这就是执行感冒,这个名字叫掌握。 另外就是讨论漫威,还能够了解,这个也就是让他用了少点。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感冒的病因和病情。 那么刚刚说了,感冒是感冒冲暴风险,所以它的病因首先是什么? 风险为主。风险。风险。风险。 不管是风寒还是风热,有点可以风照,有点可以家属,但是一定是风。 所以外干六营是风为主营。感冒肯定是外干六营。风寒是风为主营。 首先要民主营,首先要民主营,首先要民主营,风是主要的东西。 首先要民主营,风为先销,当下荡与风来,是上限周知。 除了风以外,那么肯定有含血,鸟血,这是最常见的,最大风寒。 一类是风寒,一类是风热。当然感冒一下,一般是什么?风热比较平多。风暖比较平。 除了风暖比较平,除了风暖比较平,不是太常见。 我说是次要的并且,建议的并且,那就是守着之血和造血。 夏天,那么可能就是守着之血。 今天下来这笔热。 好好你们这家习一家,还在医院上班。 种族就很多,那这个是属于守着的那种族。 但是守着,守着,守地加盛。 但是今天实行病都很重,要天气太热了,实行都很重。 那么还是造型。 秋天,当然现在还没有,既然立秋了,他们认为了秋天, 北方已经是造秋天。 我们南方证明,旁边真的要寂寥的样子,秋天才能造。 现在再过来,已经造了秋天,秋天是什么? 造型就要平成。 所以说呢? 现在并且就是守着,不照。 反正主要就是盘润。 还有就是肺子之血。 刚才就是肺脊是一个机器。 这是一般的。 就是流营。 风险围族,风寒风热,或者家里的手上的甲状。 那么刚才有些比较重的感冒,叫实行病多。 实行病多呢? 刚才讲实行病多呢? 就是跟气候有关系。 但是呢? 它不仅仅是气候,可能呢? 它这种致病比较强,传承性比较强。 所以这个实行病多呢? 往往跟前面讲讲说,肺子之血有关系。 就是肺子之血是什么? 容易改动。 实行病多? 所以,肺子之血是重的感冒。 所以,感冒的第一呢? 就是外感入营,实行病多。 自在人物场,我们知道。 外感入营,实行病多。 大个子。 很厉害。 感冒呢? 确实不复杂。 所以我们不要搞它太处杂。 简单的话不要搞不复杂话。 就是肺子之血,实行病多。 封与主因。 就可以了。 那它是病记。 这个呢? 我们一定要重视病记。 这个是我们南京的课程。 咱们有西院校, 它把病病就把它记讲。 那我们南京中医大学, 第一个是病病的课程。 你中医,也得中医讲解出来的道理。 这样中医,说实话。 中医病因, 你重视外感入营, 应该病上气息,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中医病记。 所以我们中医中医, 老校长,老婚姻大师, 他一想到就是要病记。 我们您让他病症, 他讲主要是这样的病记病记。 有些时候, 病, 风之寒。 他有些时候, 跟外国生活中, 生活中,生活中, 生活中,生活中, 有些关系。 第一次症状叫风, 正如症状叫寒。 它是病记。 病记。 所以我们中医病记。 其实没有可能, 老师也没什么说过了。 那病记里面, 首先, 风的问题, 它为什么发现有呢? 有外形? 肯定是有的。 但气氛变化,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女人症状不症状? 症状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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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流感, 还是大部分症状不症状? 那大部分症状不症状? 那大部分症状不症状? 所以像那个SARS, 太强了, 血性太强了。 这就知道了, 抗扶, 但你大了一点点。 所以为什么会发病呢? 那就是更, 人的这个位外功能, 人的力的震气, 就是人的防卫功能减弱了, 这个时候呢, 外形呢、 才会震气。 在哪些地方眼神, 人的位外功能减弱呢? 气氛。 气氛变化以后, 就,人的威嚇都能不想,突然來的海洋有漏,感過得多了,是不是啊? 氣氛的力,六零四零,勝負取取不大,海洋的力量。 今天臨時的什麼漂亮,什麼洞,洞沒洞沒一生感冒。 但是當你看了海洋,人家不能太過,他一看,撈泪,這個撈泪也是很重要。 教練裡外,他們把他和他一起講,把他生物一起去,不讓你一起喝,我認為這個人應該不會開。 你感冒了,正常都是身體狀態。 中央本來看,聽說沒有考試,特別累,特別緊張,距離什麼壓力比較大,不過加在那裡什麼事情? 誒,忙了,忙完以後養花了,參與人是吧? 不是啊? 勞累。 第一次就是身體狀態。 哎呀,看林大余講的,動不動心身體很弱。 還有就是,一些腦的毛病。 特別是肺部有毛病。 你的腦胖有哮喘。 這些病人,用肺阻胃啊。 肺的毛病以後,這個彈出於肺,就會影響肺力功能了。 那肺部影響以後,那麼你容易,味道不夠化,你容易感受外形。 所以,味道不夠化,我也是。 那肺部影響。 中央會談到正邪的兩個方式。 正氣不足,不用來的邪氣。 中央會談到正氣存力,邪氣組織。 中央會談到正氣的虛。 但是這個虛並不明顯得很虛。 就是在某個階段,會在外表之際相對的虛。 就要不夠了。 不要這個時候說你很虛啊。 就要賭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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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更糟糕。 一階段階段,常常都能解弱了。 就是相對的品質。 那麼在某位。 因為外皮侵犯了。 可悲、皮毛。 不會在哪裏的組織啊? 因為六影嗎? 可能是風景嗎? 可悲是進去。 搞肺了。 皮毛呢? 肺還叫肺肚皮毛。 所以外皮呢,不會從皮毛、可悲。 那肺還能解。 就是肺。 肺。 不胃。 所以定義的肺還能解, 主要是肺。 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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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的, 是真理共識上的表現。 肺是不修理的表現。 肺是不修理的表現。 可守比賽, 留肌的打根性。 肺。 肺。 肺表不合, 污含、花熱、頭痛、全身。 不是。 肺表不合。 肺。 所以病血呢, 主要遣陪的部位, 指的是肺胃。 這個前面, 老师跟人都講了。 就是我們掌握在病肌裡面, 一個掌握它的一個病位。 聰明很公實一點。 有一個是想發併的戰略, 這倒是講病位。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主要病肌。 這很重要。 這個主要病肌, 往往跟後面的治療的原則, 治療的大法的想生意。 所以對於感冒呢, 那麼它主要病是怎麼呢? 是胃表不合。 它雖然感冒, 有咳嗽、有鼻塞, 但是它畢竟還是以全身那種物函發熱、 全身不舒服, 可能更重要一點。 特別就是呢? 這跟後面馬上講的咳嗽。 外展咳嗽, 也是風傳、風熱、風到。 跟感冒差不多。 中英不一樣。 那麼, 說於咳嗽, 那肯定是以咳嗽、 除帆一種。 以這類人感冒明。 那這個感冒呢? 那種人物函發熱的那些表情。 所以他的词兵是胃表不合,这四个字叫沙龙,这是他的主要病情。 因为这病胃,这叫肺胃。 病业出性,也就是病性的,有癌有热。 这个胃人问,有离病人是忽患,有离病人是忽患。 为什么有一定的风盘,有一定的风热,休息十分钟。